哈囉,歡迎收看鮭魚局的珠寶3D建模教學頻道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螺旋修改器 這個修改器的功能是讓外框線透過旋轉的方式建立出面或是實體 像我現在新增一個圓 然後再幫它添加螺旋修改器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球體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圓旋轉了360度 用旋轉的方式建構出一個球體 不過這顆球看起來怪怪的 那是因為螺旋修改器是以圓點為中心旋轉 現在圓點兩側都有外框線,所以有很多重疊的面 如果把圓往旁邊移的話 會看到重疊的面不見了,形狀也變成圓環狀 所以如果想要螺旋修改器做一個球體的話 外框線就要用半圓才行 這樣子它就會旋轉成一個漂亮的球體 先把這個半圓刪掉再新增一個圓 來介紹一下它的其他內容 現在是在原地轉了一圈,看起來像是甜甜圈 如果調整旁邊螺旋的話會改變它轉一圈的總高度 但是周長不會變 所以繼續調高的話中間就會出現間隔 這種麻花或是彈簧的效果就出來了 增加疊代次數的話會看到它往上疊加 角度調小的話是這樣 調大是這樣 這個步數呢會決定面的細緻度 先把平滑著色關掉 就會看到沒有平滑效果的網格結構 調高步數的話面就會變得細緻 把步數改成64 就會看到面變得細緻很多 算會步數是渲染時的細緻度 平滑著色就是平滑 軸向的話是以物件本身的軸向為基準 改變軸向就會看到螺旋的方向跟著改變 也可以用其他的物件當成變形的基準 先新增一個空體 然後把對象設成這個空體 之後再移動空體的話就會看到螺旋的變形會依著空體變化 也可以同時多個輪廓做螺旋的變形 像我現在複製一次圓再往上移 就會看到兩個圓都做了螺旋的變形 只是要注意一下方向 像現在就變成了反面 那就要把輪廓的方向轉一下 像這樣方向就沒問題了 螺旋修改器可以快速的將輪廓旋轉成形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修改器 大家可以多試著玩玩看 以上就是螺旋修改器的介紹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教學再見 拜拜